中国女排迎来了小组赛最弱的对手燕渡女排,这场比赛是中国女排的小组收关站,这场对决外界赛前以为郎导会轮休大部分主力,可没想到的是,郎导还是派出了最强阵容,竹亭首发出场。 不过,更让人意外的是,燕渡女排一上来,还能跟中国女排相持,她们并没有开场就被中国女排打爆,要知道,燕渡女排在世界的排名只有55位,在亚洲恐怕连三流都算不上,而且中国女排高居世界第一,还是奥运会冠军,两队上一次交手是2015年的女排亚锦赛。 当时中国女排赢得相当轻松,3比0横扫对手,三局的比分是25比8,25-12和25-12,可见,燕渡女排面对中国女排的差距。 过去三年,燕渡女排也没有说突飞猛进,依然是亚洲鱼岚。 可是,这次交手的第一局,中国女排打得相当艰苦,这场比赛,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是袁新月、朱婷、丁霞、李宁宁、曾春蕾、燕渡和林立,又五代奥运冠军。 但是,燕渡女排相当顽强,双方一度打得了11平,这让人实在意外。 中国女排此后打出了一波小高潮,16比11领先。 然而,燕渡女排并没有被打崩,她们还造成了中国女排一传失误,追到了16比18。 毕得朗导喊出了暂停,朗导喊出暂停印度女排有这样的表现,她们已经成功了,要知道,她们前四场小组赛可是全败。 事实上,印度女排平均年龄只有22岁,平均身高还不到1米80。 最终,中国女排25比18拿下第一局,但多少还是有些尴尬。